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上次就和大家去到宋昂台站 九龍城那邊找食 今次就來到土瓜環這邊 同樣我都是第一次搭港鐵 來這邊土瓜環 今次就和大家來吃這裏潮州食物 這間潮州店很特別 除了吃潮州食物之外 它還有一些潮州點心 而且價錢也不太貴 大家跟我一齊來試試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記得訂閱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我們今次在土瓜環站A出口這邊出 出來我們走出馬頭圍道 接著一直直走 過了馬路之後 我們就走過去北帝街那邊 見到新山道 我們轉進去直走 很快便到 我們由港鐵站走過來大概六七分鐘左右 其實外面大街都有很多食物 轉進來這裡 就是有少少自成一角 但是這個位置比較靜 舒服一點 其實剛才看到 我拍了一轉進來 看到門面很特別的裝修 在外面的外圍 它是整個中國古式建築物 走進來也是 它的裝修力也很美 而且座位也很舒服 樓底也夠高 雖然這間潮州也有點心 但它又不同 一般酒樓有早茶那些 它也是開十二點中午才有的 但是沒有茶市 而且剛才問了它 原來一至五是免加一和茶戒 它只是下午才免收加一茶位 如果晚上也會照收加一茶位 大家最關心的 它是否收不收的 筆勒通支援寶 那些支援寶 是未有的 只是收現金 下午一至五 它說正在申請 看看餐牌 它有標準的餐牌 譬如有些滷水 我見價錢也不算很貴 正常價錢 但是我今天來吃晚餐 它有一個下午餐牌 下午有些客飯 有些潮式或其他客飯 就五十至七十多元不等 還有它另外會有些點心 剛才說過 比較特別的 潮式點心 但是四色水晶果 我潮州那些 它就說沒有貨 真的失望一點點 不過還有其他潮式果 我也會一會叫來試試 我叫了一個五四客飯 潮式滷水拼盤 雜錦拼盤 它有一個湯和飯 這個湯看起來也挺帥 雖然是泥湯 這個應該是豬骨 赤小豆 那類的湯 粉葛那些 它喝起來也挺濃的 也挺好喝的 也挺像家裡煲的 喝起來也不覺得有很多味精 也挺好喝 拼盤來到也挺豐富的 不過就沒有滷水鵝 逐一看看有些什麼 第一樣就是墨魚 你看到墨魚 有別於外面的紅色 即是那類 它是純白色的 你看起來就好像應該沒什麼味道 但是不是 它都上了滷水汁味 而且都挺濃的 可能這些是叫白滷水 還有你看到墨魚 它有四片左右 快快都很厚 還有下面有些墨魚碎了 咬下去很彈牙 不會很硬 這個墨魚也挺高質的 第一樣已經 這個就好像魚肉卷 我問問店員是什麼 它說原來是潮式的豬肉卷 即是再切片 它很有趣 它吃下去有些少許果皮味 豬肉甲果皮比較少 所以吃下去有少許果皮的回甘 感覺上 它的質感比較紮實 比起魚肉卷 鱗魚 那些 但是它 你會感覺上 因為有這些陳皮味 感覺上 好像在吃鱗魚 很可愛 而且它的表面 都挺煙韌的 它的表面 原來還有一些豬大腸 大概三四塊 吃下去都挺肥美 而且它的滷水 其實都挺入味的 都挺濃郁的 咬下去也不硬 這個豬大腸 因為比較少有些 而且它很入味 更重要就是夠軟 而且它沒有豬鬚味 吃下去的質感有少許 比較軟 一點的鵝筍 味道 而且都很入味 挺好的 另外一個主角 豆腐 豆腐也是重頭戲 它同樣 都是比較煙韌的 面子也挺好吃 裡面的豆腐 都挺滑 而且都挺有豆味 幾樣東西加起來 我覺得都好吃 還有最後的紅腸 紅腸當然不會很特別 但是這隻紅腸 都是屬於質素比較好 不會有些很臭的肉味 整體上 滷水拼盤的質素都不錯 雖然大部份是內臟 但是都做得很好 而且都挺入味的 但是你聽到這裡覺得很棒 但是有一個污點是什麼 就是它的飯 比我吃軟飯 飯就軟了一點 另外這個叫沙爹九菜豬熊 我看它的價錢不貴 40元也挺划算 而且它的份量也挺多 其實它的汁是沙爹 所以我有一些期待 它的汁相對比較淡 就像我們吃的魚蛋 那些汁 稀少少那些 味道也挺好的 還有豬紅本身也挺實淨 不會像食神一樣 一夾就散 很實淨的裡面 而且沒有什麼血腥味 吃起來也挺煙韌的 最初看到好像不是很多韭菜 誰知道吃到底 原來是非常多韭菜 韭菜也是挺嫩 咬下去也沒什麼渣 接著趁著點心味 就來了一個豆腐 有一個普林豆腐 這個價錢也很優惠 24元 雖然你叫小小碟 但是很好 因為平時那些都要四五十元 這個多一個點心 小小過 豆腐其實你看到的樣子 都覺得應該正 它的表面很夠脆 裡面也充滿豆香 這個鹽水還要不太鹹 充滿韭菜 很棒 因為我吃過一些很鹹 就影響了我 就不太敢點 雖然這個點心拼盤 就不是潮式 但是有一個是潮式的 就是那個潮州粉果 其實有四樣東西 加上八件 記住 這個是即叫即精 所以它說要20分鐘 你來早點點 先試了燒賣 它燒賣 這裡叫做小米餃 很可愛 它的燒賣 我覺得都是自己做的 看上去 還有蝦 有在上面 不過小粒一點 它裡面其實沒有蝦 全部都是豬肉 但是它的豬肉味都不錯 一塊一塊 不是打得散 肉味都不錯 蝦餃 它本身是挺大隻 但是它的皮 就相對厚一點 比較黏一點 不是很煙韌的 但是蝦裡面就很多 不過裡面就不太多汁 這次的糯米卷 我覺得挺好吃 因為你看到的樣子 其實賣相都知道幾好 第一 它的卷就不會濕透 而且裡面的糯米 很有糯米香 而且它很油潤 當然可能油多一點 有些人可能怕 但是多油才好吃 吃下去就會很香 潮州粉果同樣都挺出色的 我覺得比蝦餃燒賣好 可能這裏是潮州菜 它的皮反而做得好 比蝦餃 而且裡面的餡料非常多 花生又夠香 又有沙割 又夠爽 裡面的餡料又豐富 我覺得比外面的酒樓 是更加好吃 來到潮州店 一定要點那些果 沒有那些四色 我就點了這個香煎紅桃果 同樣這些都要20分鐘 因為它是先蒸熟 之後再煎給我們 所以要少許時間 一來到都很大塊 其實兩大塊 切開 它是剛才說 煎過 所以它的皮有少許香脆 煙韌的 它裡面 其實你見到 是以為花生為主 其實它喜歡糯米 當然也有少許花生 還有少許糖芹 吃下去其實又不屬於很鹹 因為它沒有什麼味 其實最主要是吃糯米的味 還有少許花生的質感 還有少許糖芹的香味 但整體上我覺得是淡一點的 是吃過煙韌 最後我點了一個甜品 就是招牌脆蛋傘 它說是招牌 來到都挺特別的 這個一般蛋傘 其實都是用麥糖 麥芽糖 這個它用紅糖 再加些煉奶 挺特別的 它的蛋傘質素都挺好 一口即化 還有我也是第一次加煉奶 原來這個配搭都挺好吃 真的是 吃飽了 是時候做回總結 食物整體上我覺得都挺好吃的 水準都不錯的 而且它那個地方又坐得很好 很舒服 這個位置都是走大概六七分鐘左右 我覺得都OK的 九龍城和土瓜環 因為開了港鐵站 所以就方便了很多 接下來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發掘多點美食 或者你們有什麼新提議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去試一下 今次分享都可以 如果喜歡我這段影片 記得訂閱給個讚 下面留言 還有分享給朋友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出來馬上收到通知 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一定你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我喜歡 我聽歌 我意思是 按讚 按讚 按讚